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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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到銅鑼灣 其實很多化妝的店舖 扮靚是人的天性 扮靚靚靠化妝品 很多人都覺得不夠 於是整一下整一下 又會去試下搞不同形式的美容 再搞美容都不夠的話 近年有所謂整容 但亦有叫做醫學美容 那是否真的那麼醫學 大家可能都記得 早半年前都出現了很多問題 今早我找來兩位嘉賓 跟我們討論一下 究竟所謂醫學美容 是否真的可以這樣叫 如果要監管的話 怎樣監管 早安 好 早安 我們有梁家樓議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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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謝紅興醫生 謝紅興醫生 謝紅興醫生就是 一路政府成立了醫學美容 全名是甚麼 醫療美容監管委員會 不是這樣 你突然問起我的名字 我都說不完 因為這是很長的名字 我翻查資料 他叫做區分醫療程序及美容服務工作小組 對 你就是他其中一位最主要的成員 不是成員 不是最主要的成員 最主要的成員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見到媒體 比較多報導你的說法 所以我想大家有這個感覺 就是你其中一位主要成員 OK 梁醫生就一定要抓住你 因為很多時候說到醫療怎麼立法 或者這一次這個問題 究竟牽涉到甚麼立法程序 立法會議員一定集合狂態去看這件事 我們為甚麼特別請你兩位上來去談這件事呢 其中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大家好像沒有了那種緊張的情緒 因為這件事其實發展在年頭的時候 大家就很緊張的 大家都可能記得DR美容那個事件 當時就一窩蜂很多的報導 去到譬如上個星期 其實那些報導比較零星的 還有就在相對很厚的位置 但是我們是專門去跟新聞尾的 我們很想去看回 那件事不是沒有了最多的媒體關注 沒有了很多的生批 就不存在的 因為難道等下次再出事的時候 才會去關注嗎 沒有理由是這樣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鬧事當中 討論如何監管相關的醫療程序 沒有理由愈想美容愈出事 愈來愈大件事 還很醜 我們為甚麼會今天找你上來呢 因為星期五有報導 很快又會再開下一次會 是嗎? 7月5日 7月5日就開下一次會了 我們由現在到7月5日 其實時間不是很多 我想討論一下 抓住幾個重點 去看看究竟 條路走下去 怎樣可以對市民最大的逆處 希望找到一個答案出來 其中有個問題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之前美容業界和醫學界 希望坐在一起談的時候 相當大的分歧 甚至乎美容界現在就說杯葛了 不再開下次的會議了 當然一會兒我們休息完之後 美容業界上來 可能他不會說自己是杯葛 我不知道他會怎麼說 他可能說被人趕走 究竟是杯葛還是趕走 還是兩樣東西同時發生 還是兩樣東西都沒有發生呢 我們今天希望在最低下道找到 但我沒有前撤的 我沒有前撤的 我希望都沒有前撤的 如果真的不坐在一起談 有沒有答案呢 有很多人覺得 不坐在一起談 就沒有答案的了 但我覺得這個世界不一定是這樣 就算不坐在一起談 可能只有答案的 立法會的角色是怎樣 大家的看法是怎樣 不如先由上回提要 那裡開始講起 上回就講到美容業界 覺得和醫生談不上 然後大家各自都很情緒化的 論調 現在隔了這麼多個月 七月開會 謝醫生你整體的看法是怎樣 如果他們真的不開會 再談下去可以怎樣 他來不來開會 第一他來不來開會 我不知道 美容業界在當時會場裡面 就不只是一兩個人 他有很多個人 當時自己來場那幾位 只不過是美容業界裡面 其中幾個而已 不是全部離場的 所以 有沒有人離開會 我相信任何一個會議 不是每個會議 所有人都來齊 我不覺得有人出現 會影響會議的進程 都會有什麼業界代表 上次是有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沒有必要去估計 照開會議 到便到 譬如現在的會議 除了大家很關注你們 喊架之外 沒有辦法 很多時候媒體和市民都喜歡看喊架 但是我想說一個進程 其實談到哪裏 那件事更重要 談到哪裏 第一次會議 就是政府引入了幾個原則 怎樣區分医藥治療和美容 這幾個原則 我們醫學界是非常認同的 在第二次會議 政府的文件就介紹了 目前在市面上有三十幾項 幾常見的所謂美容程序 在會議上 希望大家深入討論一下 這三十幾項的所謂美容程序 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它是屬於醫療程序 還是美容程序 第一步引入了原則 第二步討論一些程序 那些原則其實是否有廣泛共識的 就算在立法會有沒有討論過 沒有時間討論 立法會有沒有討論過 我就不知道 因為這些是 因為他們都有 我記得有問過的 有些議員都 總會有人提過 但是因為我不是會的成員 我就不知道那些原則是甚麼 所以我不知道講講 不如謝醫生講講幾個基本原則 那幾個基本原則 就是我現在沒有文件在手 我不是有讀 大概 大概就是 如果那個程序是牽涉 就是注射藥物或者是有些能量的灌注入皮下 改變了身體的結構或者組織 應該是被界定為醫藥治療的 那這些原則 我醫學界是認同的 就是 你根本是 當然你同一個儀器 如果它只是在改變表皮層的情況 那沒有理由界定 就是立法剃刀 來剃鬚 就沒有可能界定為醫藥治療 因為是在表皮上面 但是你割開皮膚 拿了毛的頭出來的話 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可不可以嘗試 勒紋一點 問一問醫生 我還是盡量用勒紋的方法 我沒有做過美容 我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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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不是醫學 我都沒有試過 我想簡單來說 有沒有進入身體是個關鍵 沒錯 有沒有進入身體 沒有用的能量 或者注射 或者任何的外來物體 如果是不進入表皮以下 我們就不會界定 當然如果是用藥物 藥物涂在皮膚外面 因為藥物本身一定是醫生才能用 藥物才可以處方 當然涂抹藥物的部分 不一定要是醫護人員 我給藥物拿到家 你也可以自己查 但處方的藥物 就算涂在皮膚表面 都是醫生的工作 梁醫生 你說立法會也有問過 這個大原則 我想 但凡醫生也有共識 立法會有很多議員討論過 究竟應該怎麼分 但其實因為大部分議員 都不是專業的朋友 所以其實他們都沒有一個特別意見 給政府認為應該怎麼分 他們多數都是敦促政府去作區分 結果政府多分敦促之下成立這個小組 但這個小組 據我的理解 因為他們談出來的事情 不是法例 都是一個建議 一個指引 就是希望美容業界去跟隨 至於你說 究竟在小組裏面 談不談得成 其實我覺得 我看不是醫療業界和美容業界的分歧 不是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這件事 好像剛才謝醫生說 政府拿了一些意見上來給大家討論 有些與會者認同 有些與會者不認同 但有一個現實 我這樣說 是會有些利益衝突 美容業界現時是在做一些事 是有入侵性的 是有少許風險的 只是我們要考慮一件事 不是從每一個業界的利益去考慮 而是從整體社會的利益 公眾意見去考慮 有些程序究竟 某些人做不做得這樣說 其實一是你說的安全性 然後會考慮到風險 培訓 各方面在這裏考慮 另一邊就是考慮價錢 即是社會成不成膽得起 意思就是說 若跟這些事 譬如采剛這樣說 實際的說 你由醫生去做的話 醫生的培訓 普通科醫生 即是一個普通醫生 都起碼六年 接著再是皮膚科 或者是整形外科的醫生 再去多六年 無可否認 在安全性和監管來說 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有個現實 既然有個提供服務的人 他受訓十幾年才和你做這些事 那當然會比較 不會入行 會比較貴一些 不要說入不入行 會比較貴 而且我們會考慮 究竟服務供應者的數量 是否足夠 所以就要 在社會的角度來看 究竟服務供應 那個人夠不夠 接著會帶出一件事 就是你人不夠的人才會貴 那個社會是否承擔得起 如果是不夠人做的話 或者那個價錢太貴的話 我們的社會就會有個聲音 就是你這班人 你不要霸著來做 那我聽完謝醫生 和梁家立胡醫生說 我又多了一個啟發 究竟我們現在處理一個 什麼問題 似乎有三個問題 我可不可以問清楚 我們要處理什麼問題 我們才想到什麼方法去解決 第一個我覺得 是一個 需不需要立法的問題 因為其實需不需要立法 永遠政府在這方面 有種矛盾在裡面 但凡你要去監管一個業界 永遠有一個矛盾在裡面 尤其是你牽涉著一個專業界別 和一個現在沒有監管的界別 你要他們坐在一起 牽涉剛才兩位都有說到 怎樣分 有沒有人 其實是有利益衝突 這個就算是分資源 分工的問題 但是第二和第三個問題 可能這些節目會這樣問你 但是我會這樣問 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政治問題 究竟會不會是政府有個立場 但是政府沒有理由大小摘死蟹 它也沒有這個民意認受性 於是通常是怎樣呢 通常是借一個小組委員會 然後去坐下 你們就去談 然後如果談到一些共識 那就非常好了 這個不是政府的建議 就是大家坐下的建議 就可以一起做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兩幫人很難談 於是我覺得有些政府 像一種你們慢慢談 我繼續看你們怎樣醞釀 嘗試做和事佬的角色 這是第二個問題 其實主要解票的問題 是否寧願有更強的行政主導 在這件事裏 我覺得答案是否這樣 這是兩個問題 我覺得 第三個問題 可能再基本一點 就是香港要不要接這些生意 這是經濟問題 如果真的要十幾年才能培訓 價錢比較貴 這是定位問題 你要便宜做的 你去台灣 現在台灣都有很多這些生意 加上機票錢 你可能更便宜 你要貴一點的 你去韓國 你要最貴的才來香港 或者不是 香港是中價定位 這個是經濟問題 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們討論的是什麼問題 很多時候媒體是炒了一碟的 沒有很清楚地定義清楚 那個症是什麼症 即是一個政治的症 經濟的症 還是一個法例的症 我想你們兩位都是醫生 不如斷下症 這是什麼症 那我逐個問題回答你 好 第一 需要不需要立法 通常立法都是需要一個過程 我覺得最終是會需要立法的 因為你不立法的話 即是不是強制性 他覺得對他不利的 他就會不依從 但是為什麼我懷疑一個過程 你即時立法 你不諮詢過他 他不談戀才立法呢 那又會有很大的反彈 所以通常一般而言 政府做事 他就會先行一個指引 沒有約束力 看看你們跟到多少 然後看看效果是怎樣的 大家試一下如果這樣做 行不行 譬如我舉個例 最低工資當年就是這樣 如果不可以 那便會有立法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三年 至少 然後第二件事 究竟政府是否有一個立場 現實就是 當你要講規管一件事 不要說是政府的立場 我給你做政府的話 對於這些情況 如果是資源許可的話 都是傾於從嚴 會管得緊一點 為甚麼呢 因為這些始終是有風險的程序 出了事的時候 有人受到損害的時候 受損害的人就會問政府 為甚麼我會受到損害 為甚麼會有些 為甚麼 這些人不用講理由 為甚麼我會中招 你明白嗎 所以為甚麼政府 通常一管身就會從嚴 如果他從嚴的話 譬如他限了一些事情 在醫生做 他就說 他培訓了十幾年了 大哥 你還想我又怎樣 已經是一個很長的培訓過程 很強的監管 所以在政府來說 如果你說他有立場的話 即是無可避免 他是會傾於從嚴的 即是第三個問題 究竟做不做這些事情 去韓國呀 去台灣做 現實就是香港本土 其實這種服務的需求 都相當之大 而且按照我所知 不是一定說去到 你要落刀落成的程序 可能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大部分程序來說 我覺得一般市民是負擔得起的 因為負擔不起的話 那個行業就不存在 但是我講一個定位的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整體來說 專業界別 譬如醫生覺得 做這些事情很危險 你如果真的要做這些事情 你不要在香港做 譬如我們都聽到 不少例子 是說 找些可能很沒有經驗的醫生去揹拼 他們連那個風險 自己呀 年輕小女兒都未知那個風險 只是知那個錢 這個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就不要在香港鼓吹 我覺得第三個問題 對我來說是這樣 經濟上牽涉著整個 業界的文化的培養 如果我簡單一點 梁醫生跟著給謝醫生說 三個問題 你覺得最需要釐清是哪個 最急是哪個 即是經濟上要定位要清楚一點 法例上究竟是 啟不啟動程序 還是正事上 政府你的立場 是不是要再清晰一點 給市民知道 其實這三個問題是關聯的 但哪方面比較急 不是急不急 有些事情根本你不能改 第一個市場已經存在了 你不可能令它消失 所以第三個問題不是問題 沒有難搞的 一定存在的 第二 那個問題 政府如果要管 一定會從嚴這件事 是一個社會現實 你也是改不了的 你唯一一件事 就是立法的過程是怎樣的 好 至少我了解到 這個次序也有點像我剛才這樣說 你覺得都是一二三 就是醫生 很分析性 我們只要這個討論 不是純粹為了吵架而吵架 從醫學界的角度來看 政府究竟要不要 立法監管美容界 我沒有興趣去理會 政府想不想監管 要不想立法監管美容界 用指引也好 用甚麼也好 我沒有興趣去理會 因為與我們無關 我只是關心一件事 就是現行那條法例有漏洞 我希望政府在主動修補 現存這條法例的漏洞 現存法例的漏洞在哪裏 現存法例是醫生註冊條例 161章第28條2B段 寫得很清楚 就有一個名詞 叫做醫藥治療 但在法例中 從來沒有講到 甚麼行為 是為之醫藥治療 現在那條法例已在 不需要立法 它只需要界定清楚 甚麼叫做醫藥治療 甚麼行為叫做醫藥治療 界定之後 所有屬於這個名稱 犯為涵蓋的行為 都是醫藥治療 只可以由醫生 或者是醫生監督之下 進行 其他的行為 究竟由誰可以進行 政府想不想立內規定 其他東西誰進行 這是政府的事 這不關我事 第二 關於政府的立場 我覺得應該問政府 政府的立場是怎樣 我就不能代他回答你 但我意思是 你能否感覺到 政府借你這個小組 在院會去營 不要說誰借誰 我們有訴求 醫學界有訴求 搞清楚 我覺得立法的目的 無論其他法例都好 目的都是要保障市民 就算立法法例是限制了官員的行為 官員的權力 目的都是保障市民 所有法例都應該是這樣 至於你說那個所謂經濟問題 我首先可以告訴你 如果是界定為醫藥治療的行為 即是一定是有風險 沒有風險就不應該 界定為醫藥治療 如果是一個非常低風險的 根本不應該這樣界定 有風險的事 在醫生的專業手足裏 是嚴格限制他去推銷 為甚麼呢 因為他有風險 你用那個推銷的手法 現在我們看到目前在社會上 就是一些廣泛的很大力的宣傳 去吸引一些根本不需要接受 這個行為 這個治療行為的人 去接受一個行為 一個有風險的行為 所以導致出現這些事故 這個事故大家社會人士都看到 我們不希望看到這件事故再出現 如果有市民知道了風險之後 都願意接受這個處理 或者治療的話 這個市民是自己承擔自己的責任 這個是不是一個經濟的行為 當然你接受醫藥治療 都是一個經濟的行為 但是我覺得這個風險越大 那個嚴格的規管是應該越嚴格 我純粹跟兩位醫生當辯論一下 但我先說我的立場 我其實支持立法從嚴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說投資的風險 大家都有這麼多監管的話 美容的風險 我覺得高於投資的風險實在太多了 因為住入身體的 改變你一生的嘛 錢你還可以賺回 你傷了你的血 傷了你的骨 傷了你的任何事 你要再生回是難很多的了 但是我純粹是討論 純粹是討論 我覺得反過來說也可以 譬如我們想說香港做甚麼 都是最高質素的 這個城市 風險大家評估過之後 知道香港做任何事都好 是最有相關的一些 infrastructure soft infrastructure 就是軟機建去監管的了 無論是來香港集資 你都可以去第二處集資 是吧 第二處都有交易所的 但為甚麼你來香港集資呢 因為來香港集資 我們的機制比較完善 你都可以來香港做 找律師 找合授師的 因為我們的制度 和我們人的質素是比較專業的 那你由這件事再去推翻 一路推下去 那你便可能 相關的立法 或者相關的業界監管 便清楚很多了 就好過現在 因為現在就說 其實很多女士走去做美容 甚至男士走去做美容 你講清楚風險給她聽就可以了 到時她去承受這個風險 她自己貴額治理了 我就覺得香港人 對於很多那些所謂美容科技 那些醫療服務 認知未必很高的 其實是否所以就砸砸聲 不要醞釀立法 立了禮先 我純粹是由個關切知情去出發 不要還說 還說做 快點立法 立法 立法會議案的進度 立法會完結 我看法是這樣 我不知道兩位醫生 你會否同意 不要再 如果不談就算了 不談就立法 作正這樣跟她說 我覺得 很聲音好氣跟你說 叫你坐過來聽 一會兒我們請給業隔離 可能她罵到我趴在那裡 很聲音好氣跟你說 你不說 那我們作性立法 可不可以這樣呢 這個是政治問題 我告訴你 政治加經濟問題 我直接動這個業界 會有政治問題 會怎樣呢 如果是這樣 我當然支持立法 我不是反對立法 不過我們沒有要求政府立法 我要求政府就我們現在 受規管我們的法例清楚解釋 至於政府立不立法 我不是反對政府立法 我完全沒有反對 但我剛才這樣做 所謂業界會大石窄四位的approach 我之所以不鼓吹政府立法 就是不想被人說 醫學界要去大石窄四蟹 要去搶人家的生意 我希望立法會議員 聽我們的意見 告訴他們 我們要求你 正視我們現存法例之中的流動 去堵塞這條法例的流動 首先至於立法會議員 有這樣的感覺 認為這個這樣未夠 要再加強立法去監管美容業 我們不是反對 不過這個要解釋清楚 這個不是醫學界 要求政府這樣做 也沒有要求立法會議員這樣做 不要賴我們 所以我就說 其實是不是都要有個政府的主觀意志 你知道今時今日立法 都不是靠Private members view 都不是靠私人條例草案 都是靠政府推的 是嗎 梁先生 剛才我剛才這樣說 立法是一個過程 為什麼需要一個過程 就是大家去講大家的意見 和講理據出來 就是你所有事情 如果有理據支持 有公眾支持的話 才會去得順 但是有一樣很重要 立法立什麼法 法例怎麼說 因為其實美容業界 他們都說要求立法的 他們都要求需要拿牌 這樣說 為什麼這樣說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要求 因為其實 如果一個立法的過程 就是定了入行門檻 是保障了一些 現在已經正在做的人 你明白嗎 所以他們都是要求立法的 但是立什麼法的關鍵就是 他有些什麼做得 有些什麼不做得 但是那裡說不定 所以如果我剛才說重言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社會的資源 擔得起的話 都是會在那一個關鍵點上重言 就是說 他一定會有一個 即是那些凡是有風險程序 都會有一個比較 要求高的培訓 才可以做 就會令到他現在 有很多他正在做的 就是不再做得 這個就是關鍵 你只說立法他們都支持 但是立法立什麼法 那條計劃在哪裏 才是更重要的 因為在香港來說 譬如你所有醫療相關的程序 你看回其他 譬如你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藥劑 護士 那些全部都要大學畢業 即是你做什麼用 我看到謝醫生 下頭 基本上你覺得這個是一個答案 是一個出路 即是法牌是一個出路 法牌 我們不反對法牌 應該這樣說 我們不反對法牌 那麼法牌的準則究竟去到哪裏 一定是 原則就是從保護市民 那個角度去看 要看相關其餘 比較其餘的程序 和風險水平 來制定出立法的嚴謹程度 我意思是沒有嚴解 趙雞沒有理由反對這個 所謂道德高地 保障市民而已 沒有得爭 那為什麼他們會不肯談呢 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多一點 我想你應該一會問他 我不會問他 我代他回答你 其實立法會議員 今次今天 最後打問了 還有幾個心急去推 我們社會的新聞 真的去得太快 大部分你怎樣大的新聞 可能這一輪 那位美國人 那個版面佔多幾天 但是往時這些通常 都是你佔到一個版面 一個禮拜已經很威風了 所以因為那件事過去了之後 佔社會焦點就不在我那裡 一定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是立法會不對 保障市民這件事情 你剛才提過一件事情 那位私人潮來說 其實我是有一條 你有嗎 我是有一條 因為在上任政府的時候 我提過出來 上任政府因為牽涉政府政策 行政長官不同意我提出 現任政府因為有這件事 在年頭大概2月左右 我又再提他出來 交了政府手上 他現在第一次都沒有服務 好 因為今天下的有紀錄 我們休息一下 因為謝醫生今天要趕著走 我們待會再跟梁醫生繼續談 多謝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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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繼續今天談醫學美容 我剛才跟謝洪英醫生談 其實我們約了美容業界 但他遲到 現在我們監製就去接近他 我想不如跟梁醫生說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似乎在政治上、立法上 或者經濟上 堵塞法例的漏洞是很重要的 你剛才說你已經寫過 先人條例草案 寫了 寫了多久 其實在09年、10年才 已經準備了三年了 三年了 其實從醫療業界 有一個關注 就是在DR美容事件看到 就是說 有很多程序 其實是醫療程序 其實沒有爭拗 DR美容事件 這是醫療程序 出事出在哪裡 這是一定的醫療程序 所以不是區分的問題 問題就是 他有一間公司 他只拿了一個商業登記 他就去推廣某些治療 然後他請年輕醫生去負責執行 所以提供治療那個 直接下手的那個是醫生 但是那間公司是沒有監管的 這個才是在DR美容事件 今次我們看到的那個漏洞 因為今次這件事 下手的那個真的是醫生 但是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個醫生 多數來說 會有些紀律處分的跟進 因為他是下手做了這件事 最壞的是跳蕭牌照 但是那間公司就不用監管 幾年前我提過一個草案 業界之前都已經提過一個方法 就是要求 立法規定要求 所有提供醫療服務 或者聲稱提供醫療服務的公司 要有過半數的董事 也是一個執業的醫生 如果有了這樣的安排的話 醫務委員會就可以去訂一些指引 專業操守的指引去管這些董事 也都從而管得到那間公司 如果那間公司作一些失實的推廣 或者提供服務 不符合專業操守的話 那些董事就要負責任 OK 但是為什麼你0910年已經提了一條私人條例草案 但是到今天都沒有 就是你剛才說 連第一步都沒有完成 所謂第一步 是不是就是說 這個 DOJ 就是律政署要告訴你 你能不能夠提這條私人條例草案 因為私人條例草案 你要過幾關 要過幾關 幾年前 那個律政署那個 法律書專員給了一張sert 我們 是 然後跟著 已經有接近一年的時間 去和政府信來信往 去討論究竟 這條草案是否涉及政府開支 是否涉及政府運作 以及是否涉及政府政策 如果頭的兩點是涉及的話 那根本是香港的制度是不能夠提出來的 是 那政府就說所有都涉及 就是他不想我提 但是我幾番爭拗之下 主席就同意了是不涉及開支 以及不涉及政府運作 不過涉及政府政策 是 因此我是可以提出來 但是需要有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那 一零年的時候 我已經是 一一年了 那時候去到 已經是寫信要求上任政府 上任行政長官 給個書面同意 最終上任政府是不同意我提出的 所以當時去到 尾爾的部就終止了 因為行政長官不同意 現在變成了新任政府 以及也有些美容事件這件事 證實給大家看 你不監管這些公司的話 是有很大的漏洞 所以 年頭的時候 我就將那條舊的草案 即是作些行文的修改 再次拿出來 律政署 那個草擬專員 法律草擬專員 亦都已經給了我 然後我就交了去 給主席 主席就問政府 現在正在等政府的回應 基本上就是 他需要的回應 就不是說他不同意立法 他應該是 這一步就是回應 你可不可以先提上去 是否涉及開支 是否涉及政府運作 是否涉及政策 是否涉及政策 是過了這一步 我才再去作些游水公公 但他第一步 他都未回應 好 我們聽到梁醫生的講解 法國在立法會 其實立法 都很多程序要過 尤其是換屆 剛才我記得 我們都談的時候 有說過 其實美容業界 都有部份說 覺得監管是好的 保障市民 以致業界的某些權益 我們剛剛上車 就有香港美容業會的主席 葉世雄 葉先生你好 早安 多謝你 梁議員之前和現在 都有一條 叫私人條例草案 知道 你一直都知道 你怎麼看 立法多些監管美容業界 這件事 基本立場是怎樣的 我想梁議員的立場 就不是立法監管美容業界 就是立法監管醫療集團 或者一些私營的醫療機構 其實在這個層面 我們贊成的 其實那個關鍵就是 你想想 如果監管一個私營醫療的集團 或者一些他們的機構 對美容業界其實不是很關事 我們作為一個市民 我們當然支持 怎樣不關事 因為如果監管的是 醫療的 就是在業界與業界之間 美容界其實 你監管 例如你監管 這個運輸界 跟美容界有什麼事 監管醫療界 又跟美容界有什麼事 但是當然 其實現在 它是監管一些美容的醫療集團 不是 我想梁議員的立場 不是監管 從事醫療服務 或者聲稱從事醫療服務 對 如果那間公司 它說 它是一間醫學美容 那就是醫療服務 對 所以DR會監管 因為它聲稱它是一個醫療美容 醫療美容 以及它的程序 那個事實 就是打野它那個 是完全沒有爭議 是一個醫療程序 那是業三 我接回你們的事 所以在完全沒有爭議 它是醫療的一種行為下 我想 作為一個市民 其實不會反對 或者業界都不會反對 但是 其實 究竟裡面所監管的範疇有多寬呢 就是等於2003年說 規管醫療儀器 我第一個舉手贊成 有沒有搞錯 醫療儀器不規管 但原來你說去到什麼暗瘡 噴霧機 那些都叫做醫療儀器 那支我們用來脫毛 那支壓舌棒 其實就是我們叫做雪條棍 那支都變成醫療儀器 而賣的叫做醫療儀器供應商 那件事就變有質 我覺得如果 好像梁先生說 完全沒有爭拗 其實不需要 我們完全沒有意義 但是似乎你剛才說是有爭拗 包括高法 那條線落在哪裏 如果我們一般去理解的 救人治病 例如做外科手術 那些完全沒有 如果是那些 究竟條例的精神在哪裏 舉例當年監管醫療儀器 或者現在監管醫療機構 如果是那類的 真的我們大家都不爭 我想這樣 剛才梁醫生 你未上車之前 大概幾分鐘前 他有講解過 現在的問題在哪裏 我如果說錯了 梁醫生可以改革 他說其實有很多程序 現在的確是有醫生去執行 是 不過背後請醫生的公司 那個機構 或者那個企業 看看你用什麼方式去定義 就沒有了一個責任去承擔 或者沒有一個對稱的責任去承擔 我可以這樣理解 現在的法例 就是在那裏裏補這個漏洞 這是我私人的立場 但這不是政府的立場 政府不拜 之前的政府是不同的 這是我的立場 最多限度就是這個答案 我不管政府立場是怎樣 因為今天政府沒有代表 政府有政府代表 再問政府的答案是怎樣 但是梁醫生這個答案 你同不同意 我要加多一個元素來考慮 就是那個行為 例如一個機構 他沒有錯是請了一個醫生 但是幫人脫毛 我覺得這個算不算是醫療機構 我就覺得醫療值的相確 算了 他請了醫生 是吧 請了醫生也不叫醫療機構 不是 他應該請了醫生回來主送 我也不可以叫他做醫療機構 為什麼不可以 如果定義是請了醫生做任何事 就是醫療機構 這個我們就有所謂的 要請醫生做任何事 除非你有規定 醫生不准做其他事 我們有贊成 例如醫生不准做其他事 可不可以說 例如醫生不准做人辦理 辦理行為 辦理行為應該加割給美容界做 即是你不能夠請醫生 醫生總之他碰到任何事 就變成醫療 我們就有了 我相信這樣 葉先生 我也有看過你之前的訪問 其實你思路都很敏捷 不如我們不要跳去你的隔道 我們先回去梁醫生的隔道 这里真的有条线的问题 我先回到梁医生的解决 我们不说医生炒颂 不说医生帮人办理 不说医生化妆 的而且有些机构是请医生做一些 宣称有美容功效的一些入侵性的医学程序 而现行的法例是没有一个完整架构 去保障市民 请医生公司承担责任 这个很清楚 现在是没有这样的 我想是否大家可以在这里有了一个共识 因为你一直都未回答我 你认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要堵塞的漏洞 我想先了解 要的 如果梁医生条条例 你再看清楚一次他现在新收订 新政府付入版本 你原则上 如果根据我刚才说的那一架 原则上你是同意的 都是只有一条线我们要看 原则上是同意的 但是那条线到时摆在哪 你那个答案已经很棒了 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 是啊 等于这条仪器的规管 我们原则上一定同意 但你怎么针都变成这条仪器 他很困华 我当然是欢迎医生 我刚才也说过 其实他说得对 他有一条线在哪 因为在美容业界来说 我刚才也说他们都会支持立法 但是哪些是可以做得到 哪些是不能做得到 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关注的 其实有一个例子 梁医员 他的私人条 这么久都动不了 我先说一条动到的 现在他在说政府都不支持 就是说一条政府支持的 就是说2003年他们想搞 医疗仪器规管 他已经做咨询了 但是表录都出不了 其实那条线去得尽 这条线不要说那么尽 增压不少 你要一刀就要斩下去 你的网是凹了所有东西的 其实一定会受影响的 所谓持份者 这条例到现在都未解释了 在仪器监管上的立法会几次 已经有些建议应该是会立法的 但是我听了叶先生说 也说似乎都会过不了 你的评估 不是过不了 你为什么要10年 你有没有留意 是03年做咨询的 现在足足10年 问题在哪裏 我们值得去反思 那是谁反对呢 如果是监管医疑 我想都是现在 美容业界有些朋友反对 我第一个 我03年开始反对 因为你条线 因为采贡基业 他不是说采贡基业 我刚才说的两个例子是极端的 其实他用定义出了问题 当年的定义 如果我错误梁医研修订 因为其实 以前的定义和现在的定义 他都是修改的 医疗仪器的定义 所有能够刺穿人体的 其实就很多 但是刺穿究竟什么叫入侵 刚才我们说的入侵 光算不算入侵 光绝对能够透过我们的人体 但如果是这样说 美容业界 照计就不用担心了 我们现在2013年谈这条条例 起码到2023年 你才有机会被监管 我又不觉得是这样 首先不要 先不想被监管 我们现在的诉求 是我们主动提出要监管的 美容业界是需要监管 但是监管不是用医疗那八尺 或者用医疗的控制权 去监管美容业界 监管美容业界 觉得是有识到的 我认为这样 叶先生 你刚才说了两件事 我可能需要你帮我讲解一下 可能我不够你们两位熟 第一 你就说 你们不会不支持 一些医学方面的收听 因为医学方面的事情 其实和你们都无关 例如你举了一个例子 你要修例港云书业界 美容业不会有所谓支持不支持 但是你第二方面 你就说 不描述条线 画得清楚一点 就不关你事的 不止清楚 还要一个合理性 但是你也都说了 就是说 不要去得那么尽 是吧 我又觉得其实你两个说法 我有点听不明白 因为通常政府画得很尽的东西 都应该一定是医学的东西 它才画得那么尽 因为通常灰色地带很难画得那么尽 对不对 照计如果他们画得很尽 就是纯医学的东西 纯医学的东西 照计你们又没有理由 没有支持与不支持 它是我们那边 就是很尽 如果它很针对性 在一个医学的范畴 就是你讲医疗仪器 开工地 不如这样 叶先生不如这样 你说雪糕棒 雪条 雪条棒 就不应该监管 这个就是医疗仪器的题目 不应该 直接不应该放进医疗仪器 那条法例里面 我其实有点不信 我没有做过功课 对不起 但我意思是 我就不信一条雪条棒 可以刮到条条例 十年才过 当然不止是这样 我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 刚才那个极端 不是极端窄 是极端阔 极端阔 但我不信一条雪条棒 会令到条条例过十年 我觉得 为什么条条例要十年才过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被监管的业界 会有很多声音 没错 无论哪一行都是 这个刚才我们都已经讨论过 如果要现在去谈立法 去讲美容条例 就算用梁医生的方案去讲 你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你举些例子 譬如入侵性 是不是不计光你们就会赞成 我继续跟你说 不是这样的 我们讲过的逻辑 那件事你监管一个业界 那件事关不关业界事 你不要拉远了 你刚才举了例 就说光算不算入侵呢 你举的这个例 我就不会自己举例 我就由你的例去讲 那是不是不监管光你会赞成 不是 又不是 那你举这个例 光不是唯一 那不监管光你会不会赞成 不太明白的问题 你举个例 就说光算不算入侵性 这些在其他论坛 你一定会过得骨 因为是好听的 光是否有真性呢 但你这个论坛 我们大把时间 我会慢慢和你谈 因为对你都公平一些 没错 我都喜欢 慢慢时间谈 那我意思就是 好了 你举了这个例 我觉得很有参考 那是不是说 如果光不算是 那你就觉得 起码这个都叫 对你来说一个合理的方案 当然梁医生未必支持 光其实我们不可以 现在我觉得问题的讨论 就是出在这里 不是很笼统 就是光是不是 光有很多作用的 例如刀是否武器 他家设菜 他一定是一个家庭用品 我想说 如果美容业教 永远好像你这样去讨论 其实很难会令到市民 不是 我举清晰一点的例子 光是激光 它可以切割金属 做外科手术都可以的 但是激光又可以脱毛 是看这种光 它的程度 还有它用的用途 就是我们不能够 光就是什么 这个讨论真的 这样才不会有 不会有结论 但叶生光的字 是你先提出的 我明白 所以我想带出我这个讨论 光有很多用途 你怎样可以放光 在医学 医学 光不可以拥有 你帮一下我 你帮一下我 你这条条例 在现在这个阶段 有没有去到这么自小 不用去到这么自小 不用去到这么自小 那是一个大原则 就是从事医疗业务公司 有些方法 让医务委员会管它 接着怎么管 就让医务委员会 自己定个专业操作去管 因为譬如现在医生注册条例 怎么去管医生 那个法律其实没有详细写明 就是说你要跟医务委员会 那个专业组则去做 你违规的话 医务委员会就可以随你管 那叶先生 我想这条问题 就多谢梁医生讲解 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照着这条条例 就不会写到 不是 没错 这个才是我们担心的 那我们那些东西 关不关这条条例事呢 那些东西 最后关不关这条条例事呢 就变成关医学会事 对不对 就是医务医生的监管 有一个机构去监管 监管医生是医务委员会 那就是医务委员会的事 但是我们的行业的事 怎会是医务委员会的事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你某一些程序 可能会变成因而受了医务委员会监管 为什么由他划线 那如果你不赞成这件事呢 这个才是核心问题 我认为这个没错 但是你们做某一些事 真的会牵涉到医生的一些程序 所以不是要划清楚一条线 现在有关键 但这条例是不会划到的 这条例是要讲一个程序 刚才我听梁医生说 是讲一个程序的 一直都在讲这些机构 某种程度上 梁医生刚才说 某种程度上要受医务委员会监管 是的 但是什么机构属于这些机构 其实这个问题是 但是你如果是这样说 就是一直在想 怎样不用受医务委员会监管 不是想怎样受医务委员会监管 我们的行业 为什么要受医务委员会监管 因为你出了事 医生出事 现在不是我们出事 现在那些医生是那些机构请的 对 那你就要划清楚一条线 究竟现在那些机构属于美容 问题是 我想事没你这么快 我跟不到你的logic 我跟不到你的内心 现在有一些机构 没有在监管他们的 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业登记注册 而他们请了那些医生 那些医生出了事 那些医生背了锅之后 请他的那个雇主不用背锅 我们现在是要请他的雇主背锅 梁医生一直在说一条条例 都是在说这件事 请你的雇主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这个一定有共识 有共识 就是说做那个就糟糕 请那个那个就没事 不难 这个你言之上做 首先你说这件事 不是言之上做 出现了 叶先生我不是想跟你喊 我从来没有吵架 第一 医生出了事 大家还没看到 那间机构接着 就大家看到了 不是没有责任的 再说回 如果在这个issue上 我同意 是吗 如果是这件事 我同意 但现在有 我现在在说 很多医疗界的意见 他现在在说做脱毛 做美白 那些都是 那些我不同意 如果你说血液输入回去 我绝对同意 我举两个手两个脚同意 OK 那很清晰 但现在我们不能够 随便同意所有的事情 梁医生 我纯粹就着刚刚叶先生所说 我永远都是就着他所说 如果单就着血液这件事 作为一个范例 是叶先生说他会同意的 那如果只是单就这件事 立了一条法例先 做一条框架性的法案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 不需要 因为现在已经管得到 因为其实叶先生他说的关键 就是说 在他们的立场来说 就是什么叫医疗程序 因为我们这间医生处杂条例 他其实是怎么管医生的呢 那条法例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 你所有从提供医疗服务的 他可能那个定义那里有阔一点 就是诊断 注意处理 提供医疗服务的人一定要拿牌 不拿牌就是无牌行医 那就是不是医务委员会管 是警察管 那如果你是拿牌的 你提供医疗服务呢 那如果你不跟专业操守呢 就是医务委员会管 那情况就是这样 那份医生呢 那份医生呢 刚才一隻医生也说过 就是你怎样去定义 什么叫做医疗服务 而现时来说 谁负责去定义呢 可以这么说 是卫生署去定义的 就是譬如你 投诉某一个人无牌行医 你要求警方执法 那警方他做的方法呢 他就会问卫生署 拿一个专业意见 找卫生署的医生一起去巡 那个地方 就由卫生署提供一个专业意见 就是说某一个程序 是不是医疗程序 如果卫生署他说是的话 而那个人是无牌的话 那就是无牌行医了 有些是黑白分明的 譬如你说二三十年前 很多些堕胎那些 我明白的医生 究竟堕胎是不是医疗程序呢 法例是没有写明的 我明白的医生 但是那里就会由卫生署去决定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 叶先生最担心的就是说 忽然之间卫生署 会不会将他们做开的事 定义为医疗程序 因此他们没有那个医生 但就被他们做了 我明白你说的 但是你的条例 不是希望 只是做了这一件事 我的条例就不会写得更详细 你的条例是希望可以 某程度上 监管那间公司 我听完两位说 你当我纯粹是一种寻找答案 如果静物输液 我们一直说是年初DR美容事件 静物输液是有这么大的影响 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如果出事的时候 现在的法例 由那件事发生了到现在 其实都是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 去堵塞这个漏洞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我今天为什么 我还这么欲紧去说这件事 就是由单新闻年初开始 农历年初开始 都到现在了 就来放暑假了 立法会好像还有几次会议都完 其实是没有一样具体的东西 只是就着这个程序 去做任何改善 我觉得对不对 如果叶先生和叶先生刚才说 我都觉得静物输液很危险 要监管 梁医生就说 现在有些法例都监管到这件事 但我自己看完所有的新闻 研究了 由新闻发展到现在的历史 我就未看到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做出来 是阻止任何人去再做这件事 而不会令到DR事件重度覆辞 我未看到 如果我有错 不如两位告诉我 最低限度这件事堵塞了才行不行呢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 但这件事这么恐怖 又这么大事 当然是先做这件事 我表态是支持 还有我支持你的方向 其实我们最重要或者最急的 不如先搞 我不是要骂他磨人 对 你与其杀一个网出去 全香港要所有东西都管 你不如最急的做到那件事 我支持 行不行呢 梁医生 还是我这样说法太不成熟 太傻了 这个书役程序来说 它是一个医疗程序 是没有争议的了 执行这个程序的医生是会受到监管的 是 这个都明白 但是那间机构就会执行 同你一样说 都仍然这样 如果将来其他机构 或者那个老板 虽然他卖了这间机构 他又成立另外一个机构 又再请这些年轻的医生 去做这些程序的话 这件事是会重复发生的 譬如今天发生这件事 明天可以再有这宗生物出现 我就是不接受这件事 是不是很合理呢 我不可以接受这件事 它不会完全一样 我知道 但是它变了少许 今次它不是输入那人的细胞 而是输入另外一件事 这样是会再大众 那我就是说 没有理由 有新闻那时候 大家觉得好是问题 没有新闻那时候 现在就当没有事 其实这件事是可以重复发生的 我会这样说 我不会用书译这个例子 我会说 是一些没有科学实证 又有侵入性 有风险的程序 是会在一个没有监管的情况之下 再次应用在病人身上 我现在把问题定得很确实 我们休息一下 我可不可以最低限度 就着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呢 是不是 没理由 经历了几个月 都毫无寸进 其实不是几月 就来一年 正式是去年十月 我知道 但由爆出来到现在 大概半年左右 如果你说 还要整年都没有寸进 很快就过一年 很快就过十年 没错 我同意 其实由一个重点 一路扩散出去 不如搞了核心问题 有没有可能 最低限度 输液未必是一个最合理的方法 但再将某一些有机组织 打进去血液里面 打什么进去都好 是不是最低限度 这件事 可以有些人做一些事 去确保相关的市民有保障 那个机构不会那么容易走得掉 我可不可以等一会 回来问一问有没有这个答案 可能没有都未定 回去再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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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到镜头左边 就是香港美容业会主席 叶瑟雄先生 另外右边大家都很熟悉 是立法会议员 我只是不明白一件事 就是梁医生刚才都说的 如果真的有人做些类似的程序 有些改造 真的有医生再出事 不知道打什么组织 有机组织 不知道打什么 没有医学实险的条件 还有很严重的医疗事故 都是医生有事 而那间公司没有事 而我觉得这件事 不可能搞了这么久 都没有事发生 是人命来的 我刚才听了叶先生说 这件事我们都参加了 如果你收得这么确切 我们都认为应该做 起码快点 等件事有一个阶段性的结论 然后再做另一件事 当然这样未必是最理想 好 划分两头 没理由 见出事一样才做一样 可能业界会说 当然是防患于未然 但我意思是防患于未然 故自然要做 但是出了事 更加需要做 那是医生是医生 你又是医生 又是立法会议员 有没有答案 这件事 来来去去 很苦怒 要监管 监管这些公司 来来去去 是一两个方法 是 正确 例如 譬如 涉管婴儿 那些人 他们都是有一个法牌制度 他要有一个持牌人 就是管一个人 我那个方法 我管一间公司 就是管一班董事 无论 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都好 即是监管 监管 發牌 你监管多少人 一定会有一个门槛 有些人是做不到 有些人是做得到的 你要管得到的话 门槛 一点都要入到一半 譬如你做涉管婴儿 你总不可以 事但一个人做一个持牌人 你一定会找到 一定有相关经验 有相关培训 有相关操守 监管 其实最终 都是始终会有一个门槛 这件事 会交给政府 即是他选择一个监管方法 我想说 其实这件事 就是最典型的民生议题 香港人喜欢扮好 每一个人都相关 如果我们的所谓特区政府 是急市民所急要做民生 为何不快些给你裹 才是条例草案 因为他能做到一些事情 正所谓七一都来着 还不做事 如果之后他不满意 他再改 都快要暑假了 立法会一放暑假 是说多久 七月到十月都放完 再提那条例草案 已经十月尾 十月尾 到时就真的一年 一定是一年 就是DR事件 为什么不做呢 我真的没办法理解 政治上 我那个方法 即使他说政府同意的话 都需要一些游说功夫 因为有些商界的朋友 真的会觉得好像是 医生垄断了一个行业 这样说 因为现在来说 他们作为一个投资者 他们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如果他对某些特别的公司 有这样的要求 他会担心其他东西 又有些类似的要求 又是你讲商业一 商业二的两位议员 你可以这么说 我这个方法 其实在其他专业 我不是针对的 我在其他专业 但这个没有理由有意义 我问一下叶先生 你们是业界 如果只是针对着植物注射 没有意义 没有可能有意义 没有意义 哪些可能有人就出现有意义 没错 你都不够吉祥奇 除了有意义 我们都不是那个界别 但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梁议员提 不是今届议会提的 在上一届已经提 上一届我们还没有说 我们还没有出来讨论 议论这件事 其实都过不了 甚至都不败 你想想 其实当时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没有吹过声 上一届议会的时候 为什么过不了 就是你刚才的那个原因 我不知 政府它字面上的原因 它就说会阻碍了基层医疗法治 我不知为什么会阻碍了 真的有这样的事 它给了一个原因 特首他回覆我的人 上任特首他回覆我的人 他说这些 这个根本太严格了 那会阻碍了基层医疗的发展 怎会跟Primary Health Care 那没有可能跟基层医疗的发展 那些医疗集团 它都会需要有个半个总师医生 那他就会觉得是 我没办法理解 我反而想回到具体一点的问题 这个可能梁医生说得比较少一点 现在有报道说 叶先生说你们就杯葛那个会 那个会我读多一次的名字 就是长奶奶的那个名字 就叫做区分医疗程序及美容服务工作小组 其他媒体就很关注你们怎么爱教 我的关注就是 其实你觉得你们不参加开会 真是一个好的答案 不是一个好的答案 如果是好答案 第一天我们不会又去开会 我第一天就杯葛它 我们进去法国 再进去继续开会 不是一个好的答案 那为什么呢 不要说不给机会来说 好好 有很多这样说 很多媒体都给机会来说 首先我们觉得那个组合不公平 其实当时我们也跟局长讲过 其实会不会给多些声音 因为我们始终业界都有很多团体 都想代表他的持份者发表意见 局长讲得很有道理 因为我自己都主持了很多会议 他的道理我很拜的 所以我拜了 他说会不能够太大的 几十人怎么开会 一人讲他的话 是不是 都讨论不到 他说不要这么大 十个八个人就可以了 一个小组 最后出来 那我们就好了 他说给几个位 给四个位 但是最后出来 我们看到 医生那边有十一位 我们有六位 其实在那个组合上 因为现在不像 谢医生所说 我现在谈医生做什么 给你们在这里 已经很给面子了 不好意思 看刚才王先生 读了那个名字 那个小组 是区分医疗程序 和美容服务 不是谈一个界别的事 为什么组合不平均呢 不平均也不要紧 我们没有见到 组合就走人 拉队走不开 我们继续谈 我觉得很不理性 政府也很矛 写他想写的东西 我们问主席 就是厨长 陈汉仪厨 究竟会议的表决是怎样的 因为我可预见 两个界别的意见 应该有几分歧 如果大家共识不到的方向 你要区分 他说不用投票 因为我们有一个委员 一说 你十一对六 我们举脚也未必赢 究竟怎样去区分 最后的结论怎么做 局长就说不需要的 大家谈谈它 其实我订阅问题 没有人理过我 谈不谈那怎么办 但我说很快 一句 最后的结果 你看到为什么我们很怕 我们没有同意过的事情 是有结论出来的 有一个conclusion 就是我们同意 究竟同意怎样做 在立法会你也有权 不要了 我也要交代 点名投票 没有投过票 但是写我同意 究竟有多少人同意 叶先生 你容许我说少少 我不是想抛雪 但我其实也有留意过 政府在不同界别做这些小组 的而且确这些结论 不是每一次都有投票的 你可以没有结论 你可以说大家共识不到 但是不能够在会议记录社 小组成员同意了 我也是成员 我没有同意过 那你 我不介意他没有结论 我意思是这样说 我介意他有结论 我纯粹就住 你要么回去继续开 要么就不回去开 是吧 只有两条路走 那如果不回去开 他们有结论 你们又没有参与 那 这个不是问题的 政府从来都是这样的 他不是所有持份者的意见 都放了下去才出结论 那到时你们就真的 连在其间 酝酿的其间 去表达意见都没有 你觉得真是好 不会 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不是只杯盖 还是消极的 我们不开会 你们都会有人去开会 我们不是有人开会 其实我们自己开会 你们那六个都不会去开会 我一四个就已经变态了 那有两位工联会的代表 我们就掌握不到他们的意向 是的 我们不是消极的 不开就算了 等事情叼探 所以刚才我一开始说 我们不是期望 这件事有叼探十年 没有了这件事 我们不是想到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开会 就是我们会 我们会做反建议 究竟 你不肯 你不肯咨询这个政改 我就自己做建议给你 你看你怎样接受 我们会做回我们的建议 就告诉他们 我们认为要怎样规管 我们的结论一定不会不用规管 是透过不同程度规管 由美容最基本的入门 我们都认为要规管 然后去到一些比较高的技术 有些专业规管 你未上席之前 我将问题区分了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法例问题 我刚才尝试找个答案 就算用梁医生的立法方法也好 就是静物液体注射过一个流动 这个没问题 我当那个有道答案先 第二个问题 我跟你谈过很久 我要问梁医生 就是政治问题 这个小组现在这样搞下去 其实真的未必有帮助 对这件事 就变成医生为医生开会 业界为业界开会 那你在这方面 我相信给他们都有经验 因为你都在做第二届医疗业界的 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员 政治上你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答案给两方面 还是说没办法 王永 都是唯有业救云业家开 医生开 你叫他们坐下来 没可能的了 老实说 医生他们有那种专业的态度 有些人觉得他们大悲 有些人觉得他们租好在上 有些人觉得他们很专业 都有的 医生说的医生鲜明 我也听过 因为医生之前和社工都开很多会 我都听不少了 那些年代 好了 业界可能更复杂一点 因为社工也不是直接做商业活动 业界和医生谈 我觉得真的很难谈 永远都很难谈 政治上有什么建议 有没有答案 其实我真的不擅长政治 哇 你做了这么多年 你做了这么多年 因为政治这些东西 有很多牵涉利益 如果你说牵涉到利益的时候 有个既定的立场是改变不到的 所以要看区分美容医疗的会议 讲数据 讲数据 讲道理 最后会回到社会公众接受哪一套道理 取舍是怎样的 但两边都不肯和大家谈 于是乎数据是怎样的 数据就是美容业界 就找他们那些数据 医学界就找医学那些数据 不要紧的 讲到数据是不接轨的 国有未必不接轨的 因为譬如我刚才提出的关键点 就是说 无可避免有一件事 你当然提供某个程序 如果它有风险的话 我们要看培训 看监管的严格程度 有一个现实的就是 医疗业界的监管和培训 比医学业界很多 你不可以否认这个 简简单单 最低限度六年 长则十二三年 监管是可靠很多的 弱点是什么呢 弱点就是贵 你这么长的培训 一定会 成本会高很多 这件事就会摆出来给公众 就是说 大家是希望监管强些 质数高些 而一个贵些的服务 要看贵是如何 服务供应者的数量足不足够 如果有监管供应 服务供应者的数量自然会少很多 那就会贵些 大家是否能够成立 最终就是看这些数据 去等社会公众做一个决定 走哪个方向 其实你问我 我不能完全同意梁医生 你这个分析 因为老实说 今时今日要去立法 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说我们定条线很高 然后希望可以做一些高质数的监管 这条路就慢慢长路 我说十年都不可以 要这样做 十年都不可以 我只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立法和政治的问题 如果一个公众 是在DR美容事件那里 正如叶先生说也好 或者梁医生你说也好 那个是不会有人有异议的位置 就应该由那里起点做那次 没理由不是由那里起点做那次 做了那件事 再去想是否如何扩阔 用什么方式去扩阔 你至少有脚走进去 起码连美容业界都不敢说你不监管 当然你走进去 之后那些路是否很容易走呢 都不会容易走 但起码不用等十年 二十年以上 这个是我最大的关注 我同意黄医生你这个体力发表 所以我们已经核心开始了 我不是帮医生 也不是帮美容业界 我真的纯粹由一个市民的角度 我说没做过美容 我只是觉得出了事 那当然做出事那样东西 然后有其他伙头 就有其他伙头 但是你不能够说 那不行 要先做完整套系统 我也知道做完整套系统是好 但是做完整套系统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 这个就是我的分析 我觉得答案不在整套系统上 可能这个答案一定是做了最急那样东西 我同意的 所以其实这是两件事 是啊 做了那样先 而且我一早已经说了 这个小组 无论你谈了什么东西 都是处理不了Dia美容前面 是啊 因为这个小组 你说怎么区分医疗和美容 结果那间公司也是走掉了 所以这个小组其实是对错题 老实说 这个是很典型 很典型 曾荣权做的那种方法 就是你有单身 你成立个小组的时候是曾荣权 不是 不是 转了10月 是啊 我意思是很典型 曾荣权做的那种方法 而我们看到那些AOK就这么做 我想这么说 有新闻爆了出来 你就先找些东西去控制他 就说现在有什么人在谈 谈到这么久都没有 就是为什么我们明明换了新政府 不用一套新的思维 新的方式去做事 我不明白这件事 你刚才说 你原本的条例是2009年 10年就出来 那时候是旧政府 那时候都一直没回答你 那时候都一直没做 所以我刚才就说 既然那样东西是旧政府 已经做错了 新政府没理由 用回旧政府 用开那种方法去做 他现在还没回答 他不知道为什么拖了几个月 我觉得没可能 你明不明白我意思是什么 我意思是他成立的方式 是很旧政府的思维去做事 但没理由 为什么会这样 不应该是答案在那里 不如最后讲一讲 如果真的要就着堵塞DR美容事件 那件事 立刻要做些事 那答案在哪里 提供医疗服务的公司 要有一个监管制度 是否立法 是要立法 因为你不立法 那些人因为利益问题 就不会跟随 是否只是就着最低限度 这个程序有很明确的定义 不是 这个程序 就这样 静物输液 这个人一定是要处理 但是 要处理完 那些是有风险 我想告诉你 应该来说 应该来说 因为如果你只是处理刑事件 它可能会变少少 因为程序这些东西 你那些定义 如果你立法 你写的会很仔细 所以它一变少少 那法律就监管不了 这个就是问题 但是我也是维持这个看法 就算它变少少 你监管不了 你起码有条法律 到时就不是没有条法律 而是条法律可以 与时并进去改 我觉得这是答案 好了 叶先生 我同意就着 譬如今次政策输液 这一个这样的程序 快点做一件事出来 补救它 因为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么久 大家都知道 共识到现在 没有任何的变化 今天可以继续发生 明天可以继续发生 所以我觉得 就着这个最急的问题 我同意 有一些比较紧急的立法 或者一些 任何自认也好 什么行政程序也好 先做一件事 长远来说 我知道 要谈完所有事情 是不可能的 要所有事情都堵塞了 全香港太平城势 没有人犯法 没有任何做错的事情 不可能 所以这个世界 不会的 因为医疗和美容的科技 一直走 没错 任何行业的科技都在走 所以我觉得 美容这边 刚才梁医生说得很好 我们的监管或者培训 培训我们不是没有的 可能需要的长度 是否到医生那么长 学脱毛 需要六年至十三年 我又觉得 看回它的功能 定立一些适当的培训 和一些考核制度 可以licensing 我觉得 你要做Laser 要做IPL 要做什么都好 你可以给它一个 专业的license 就考它 我觉得 应该是技能为本 就不是行业为本 不是某个行业可以做什么 这个我们捐完了一点 不过我想我们 找多一两分钟 问一问梁医生 如果要好像 例如物理治疗师 或者职业治疗师 或者是chiropractor 即是脊椎 脊椎 脊椎 那类要做一个 发牌制度 通常这套制度 是由谁去研发出来的 过往的惯例 刚才他说 我不知道 譬如有个脱毛丝牌 才算 或者彩光美容丝牌 才算 是怎样去研发这套制度 他们一定业绩自己在谈 但是过往的关例是怎样的 业界和政府都会参与 还有很多时候会参考外国的情况 但是 业先生 你知道现在 我刚才都说过 那些和医疗相关的行业 就好像物理治疗 职业治疗 药剂 或者放射技师都好 全部都要大学毕业读四年的 起码都要 不只是拿着 如果社会认为脱毛都要读四年的 要实习四年的 社会 大家会有个结论 好过不走这一步 不走这一步 我们就永远都被人魔鬼化 你们没有系统培训 你们没有license 你们没有规管 我们想游 我们不想被魔鬼化 我们都想走 为什么我们是做正行 我们不是撈偏门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正正荡荡地走入一个门栏 与社会应来 他好像说OK 他好像说OK 我们从来都说OK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小组讨论 猛在哪里 我们说考核 考核都反映不了你的能力 这些是什么话 医生的牌子都是考回来的 你怎样能够否定考核 都不能反映我们的能力 我们就很难说 你刚刚这句 究竟前因和后果和后悲保 那些是什么 前因是说我要求考核 我想医生说考核都不足够的时候 是反映不了你的能力 我很清楚 我常常都不要说漏 邀请传媒 约上卫生署 医疗界美容界一起听一下录音 你会听到多荒谬 为什么我们会 我们会 寻候不再开 我想说 如果他真的说考核不足够 可能他还有其他原因 譬如要实习 没有 不是不足够 是不可以反映我们的能力 那我们不要就这点了 我又不在这儿开库 我纯粹说 不要只拿着一句半句去说 这个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像我们今天这样 一路一路讨论 说完所有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觉得 梁医生说的那样东西 你们都不妨想想 不要用一个市民说要这样 我们就说这样的方式 未必是最好的 对你们的要解 对 市民也未必最认识了那些细节 譬如你们不知道如何 可以拿到一些数据去证明 其实不用大学毕业都可以做得很好 或者是我们认为 什么时候开始就要大学毕业的 这些比较proactive的方式 我觉得对大家都好 因为老实说 我觉得到最后 做多少美容都好 如果大家一天到一刻 香港是在那儿拗 大家在那儿 大家坐在那儿 不开会 拍桌 大家这样整整 这个世界不会有人漂亮的 对我来说 你要找到一个答案 大家才会觉得开心 才会漂亮的 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都 我们释出了很多次善意 其实是有些 坦白说 那你要想 为什么人家会魔鬼化你 就是我来说 就是你要想 是不是有些事情 你们可以主动一点做呢 这个答案 我不敢教你 业界的事 不过我就说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大家会抹面 抹成这样 为什么大家的面子都黑了 好像永远都做不到的 我在想 在政治上 可不可以有些美白的工作做一下 要协调 其实我 我有呼吁一下 其实有没有人可以出来做协调 其实业界不是真的那么闪门 哪个业界闪闪 你再看清楚些报道 我释出个N次善意 其实有些事情可以谈 但是你一定 今天都有业界在那儿 医生同样业界 先放在那儿谈 梁议员 我们一起去过很多传媒的节目 谈过 其实我们之间的分歧 最近没有 但是我想表达 梁议员那种思维 和我们的分歧 分歧不是太大的 太大的分歧不是在这两个人 可能在你那儿 那你很快去 政府 你才是一条理 而且主席会吹他 我对你条条理 还说很有期望 如果是这样 现在邦交在主席会吹他 好了 可不可以看看 今年最后一个会 是否7月中 7月有3号会 我记得 3号、10号、17号 对了 17号之前 起码有初步 一定会 一定会 那就很悲 真的要等那件事件 一周年去说 换一个方法再做 换一个方法 我一周年一定会跟 到时10月之前 如果有答案就更好 否则10月 不如请你两位再上来 或是否请卫生署上来 如果你握手 起码说一下初步立场 因为我觉得那个会不是答案 立场你就找局方 那个会不是答案 找郭英文 要找局方 要找政策讲 就讲立场 其实两个星期 上一次卫生事务委员会 都追过这件事 即是没有了 当时政府说 因为他答应了一年 因为他说监管医疗机构 他说答应了一年 同事就问他 上年10月 那你今年10月到的了 他说 他的会2月才组成 因为那些议员都说 那你何时交货 他应该来说 拖极最迟就是明年2月 唉 我只是觉得不可接受 有什么理由 那么多人出了事 到现在什么都没做过 我觉得我今天说到这里 都已经很生气 不如这样 我想我们今天 起码找到几个答案 就着这几个答案 看看 似乎梁医生 那个私人条例草案 在很多方面 都提供到一个答案的方向 究竟 政府应该何时做呢 这个就要 吹他们的时间表了 先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进来 看看会不会快些 看看10月会不会有东西 谢谢梁医生 谢谢叶先生 谢谢叶先生